Hello YouTube朋友 大家好 我是Danny 歡迎收看Dankman826的頻道 今天星期日和大家來做磚環準備 去吃一個日式的Fusion早午餐 我們一起去看看 Let's go 我們今天去的是位於中環皇后大道宗15號 置地廣場 5 樓的Suma 日本餐廳 入到置地廣場地下 找到這間Gucci的商店 用旁邊的兩部升降機可以直接上到五樓的餐廳 觀眾朋友都喜歡收看這類型的自費真人實測試食影片 或者其他的飲食旅遊生活資訊片 就記得按下我Dankman826的訂閱和鈴鐺 全部都是用心製作真人真情分享 多謝你們每一位的支持 今天來到就是中環置地廣場的一間叫做Suma的日本餐廳 其實這間餐廳在世界各地很多地方都有 香港是其中一間 今天吃這個叫做週末的早午餐 他所有的頭盤、熱食、魚生、刺身 都是有些free flow的 即是可以任吃的 另外就選擇一個主菜 還有樓尾有一個Dessert的Pretter 有一些甜品 每位的收費食物加任飲Ice Tea的話 是758元 另外也都有任飲香檳的package 由998元起 我們今天只是喝Ice TeaOK了 這間餐廳在次尼九場的五樓和六樓 有兩層高 入到來覺得環境、裝修的氛圍都非常之好 用了很多木材 有一個sushi pie在前面 看到師傅在做切魚生、壽司 氣氛不錯 這間餐廳是最多的 Serve to the Table 第一輪會拿出所有食物 都有11、12款 如果你們喜歡吃的話 你可以再Reorder任食 時間是2個半小時 分兩輪 11點到1點半 然後好像是兩點之後 又有一輪 即是有頭輪和尾輪 我們今天吃11點 主要的選擇 有Salmon、Hamachi 也可以吃魚生飯 又有雞 或者是beef Tandelon 即是牛仔肉 羊 羊就要加錢 或者是和牛也要加錢 又可以加錢 吃Lobster 或者Seabast 也有齋的選擇 想想吃什麼 現在 除了室內 室外也有些位置 不過今天排比較冷 今年初八 現在外面12、13度 不知道有沒有人會坐外面 如果天氣好 坐外面應該挺不錯 剛剛拿了一杯Ice Tea 這杯Ice Tea挺特別的 有一點紅桑梓味 不是一杯檸檬味 挺好吃的 不過我覺得不夠冷 加多一點冰會好一點 第一輪它有幾個冷盤 汁豆可以送一下飲品 另外有一個是三文魚 它有些檸檬、豉油 有牛肉趴趴 有一個Suma Salad 也挺帥 有日式薯仔沙律 還有一個是炸的豆腐 是Spicy Fried Tofu 有這幾個冷盤 いただきます 不客氣了 嘩 吃一片牛肉趴趴 看它的樣子 挺正 好吃 挺不錯 這個三文魚 它有做醬汁 都是柚子汁 很特別的口感 就是有些脆脆的粒 三文魚包著一些脆粒 咬下去又軟又脆 這個都特別的 吃完幾款的冷盤 都覺得相當滿意 沙律很新鮮 有些魚衣金藍、金菇、醬汁都特別 我也喜歡吃薯仔沙律 薯仔沙律 薯仔沙律做得不錯 真的有些加分 另外那個牛肉趴趴三文魚就是很棒 所以已經再Reorder了 它已經很快又拿出來了 不用兩三分鐘拿出來了 然後再吃 而且現在聞到很香 那個Open Kitchen那裡燒的食物 有些很香的 爐端燒的味道 應該有些是串燒 有些是雞肉 下一輪應該是有些 有Chicken wings 原來有雞翼 非常期待 第二輪就是熱食 有天婦羅、雞翼、粟米、餃子 有些蘑菇 全部擺盤都很吸引 我覺得擺得很漂亮 不是隨便拿東西出來吃 現在試試味道如何 這個粟米我看到就想吃了 它刺著 燒到上面好像蜜糖一樣 看看 它這個粟米是用什麼呢 是有些牛油 加上醬汁 叫Shishu 嘗嘗 真的要說 這個真的很好吃 它的牛油味 有一點芝麻七味粉 日式的味道 燒到粟米 又加上很香的牛油味 有些日式和西式的味道 燒到很脆口 燒到那個粟米 嘩 雖然這些食材不是很貴 但它真的用了師傅的心思 做到它特別好吃 炸蘑菇 最初以為是一大粒炸蘑菇 不是的 它切碎了蘑菇 加上一些忌廉 好像一個蘑菇湯 這樣的野菌 就炸了它 很好吃 很creamy 吃下去很特別 餃子是普通的 天婦萊都炸得出色 雞翅也很好吃 但我們暫時這段時間 就不停止了 我們現在等它 魚生和刺身拼盤 還有我再次多個粟米 魚生壽司拼盤來了 擺盤真的是一流 砌到像冰雕 前面有些綠葉 配搭得很美 有幾款不同的東西 它有兩隻生蠔 生蠔有一點醋 有壽司 卷物 三款刺身 有吞拿魚 三文魚 還有銀金魚 另外有帶子和蝦 也有很多東西 它有牛油果 三文 辣辣辣辣辣 還有一個 第一個 我忘記了說的是什麼肉 好像都是mucky肉 這條有一點蟹肉 加上牛油果 有很多 試一件魚 先試一件油金魚 嘩 魚生都新鮮了 這個刺身 壽司 這些蠔 都是all you can eat 可以free flow 看看這隻蠔 不錯 不錯 還有兩個半小時 我覺得很充裕 現在我們都吃不到一個小時 都已經吃了很多東西 都白白的 不過我們一定會再買刺身蠔 我相信原價都不會太大 不過還有一個Dessert Preta 還有雪糕 還有水果 飽就一定飽了 等於你去吃自助餐的份量 壽司都不錯 我剛剛點了一個 魚生壽司拼盤多一次 其實魚生和壽司拼盤 你可以選擇材料 不需要整個都吃完 不過我們第二次會用整個 現在呢 我們經常叫蠔 經常叫了四隻蠔 因為我看到其他人 有時經常叫壽司 或者叫Sashimi 都可以 兩個主菜來了 一個就是牛肉 一個就是油甘魚膠 都是燒的 牛肉來到馬上 就不是那麼特別 看起來好像一塊漢堡扒 一些芝麻 但吃起來都不錯 少少粉紅 挺嫩滑的 油甘魚就很有油脂 燒得都不錯 還有一碟的 就是西蘭花仔 拿過來的 都是勞端燒方式去做的 有少少少燒烤的味道 讓你用來拌這個主菜 份量不算很大 所以我可以再吃其他的 吃些前菜都還可以的 不過你留少少肚子吃的甜品 我也有少少期待 不知道這個甜品會怎樣呢 甜品賣相也是很不錯 又是一大碟 有冰在下面 有兩個雪糕放在冰上面 有很多不同的水果 有一件朱古力的蛋糕 還有一個panna cotta 一些好像布丁這樣撞的奶凍 嘩 很吸引 先吃一下雪糕 兩款雪糕都好吃 朱古力裡面有些脆粒的 而且感覺很特別 在冰上面的雪糕來吃 找生果也不是氣 有車尼紙 藍莓 白桂 很多種 西瓜 蜜瓜 火龍果 Raspberry 奇異果 波羅 切的手工也在這裡 奶凍內內有乾坤 原來撒起來 裡面有些好像士多啤梨醬 好吃 很香 不知道是否用北海道牛奶 不過很香 那件朱古力蛋糕 原來裡面是爆漿流心的 很好吃 是暖暖的 這個不是冷的 這個流心真的很好吃 攝影師兆幫手 吃甜品的時候 叫了一杯咖啡 50元一杯 今天又是大滿足的一餐 我覺得 我們兩個都覺得非常不錯 今天雖然賺多個坦 但也要說明 這是自費實測 我們那天結帳 每位758元 再加一杯咖啡 加一兩個人是1722.6元 這個價錢當然是算貴價的 早午餐 但我覺得他們很多的食物 都是做得非常之不錯 吃完再想吃 尤其是這個壽司刺身拼盤 我們吃了兩輪 還有有任吃的生蠔 都算是有驚喜 主菜的辣味燒牛肉是好吃的 但另外的油甘魚膠 就比較普通了一些 最後的甜品雪糕 水果拼盤 絕對沒有令人失望 另外餐廳的環境氛圍 真是一流 還有服務都非常貼心 觀眾朋友 喜歡我今天這個 日式的早午餐分享 記得給個like 和share影片給朋友 還未訂閱我DANMAN826頻道 記得按訂閱和鈴鐺 就不會錯過我的影片 還可以follow我Facebook IG 還有特別優惠資訊 生活點擊在那裡和大家分享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